拜托小英是总统 怎么林可不得罪总招 我觉得是两个人观点不一样 他跟他父子观点不一样 蔡启方只讲最大的重点 就是蔡英文嘛 还扯东扯西扯一些细节干嘛 那拜选前老婆写了31项 根本不知道怎么叫重点 那蔡英文是英系嘛 他是现任立委 区域的 你还要选 你怎么好得罪小英 所以这种话蔡英语讲不出来 不过蔡英语也讲了一些老实话 其实这个小朋友蛮正直的 所以他还是讲了一些老实话 就是觉得你用大炮倒下 那小鸟不成比例 你三个多月这样去炮轰高文安 就引起了反感 然后林志坚那个论文抄袭案 处理不得体 我觉得蔡英语都讲到重点 那最后一点是在考试自己 就说他这些话我都不敢讲 这个大家可以原谅你 因为没有人敢讲 也不是只有你 对啊 其他中常委也不讲 是啊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点出两点 就是说 到最后大家看到的 不是在打论文 就是在打高红安 打论文坦白说是对民进党不利 因为后来被爆料 当然那个我们杨明 杨明 杨明 波吉是鞠躬绝尾 因为黄鸿辉报的是中华大学 他把他烧到台大 结果台大先出结果 他就在那边比对到凌晨五点还长睁眼 所以我说黄鸿明鞠躬最大 投赁值最高 因为黄鸿辉是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不一定敢表态 可是台大一定要表态 所以杨明是打到最痛的那一点 结果台大就表态 然后中华大学就跟着表态 这个选举事实上 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结果你还第一时间想保他 我就重点在这里 就发生了 结果小英还要保他 还劝他要再撑下去 结果一天都反反 就改口了 我这个实在太伤了 就是这个 表示说那个中职 通常会将了 那个党主席一军 那就使得这个 党主席做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变成大家都看到了新闻 领导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里 就是你的一个领导错误被揭穿 然后被大家都看到 那从此国王没穿新衣 就大家都知道了这样 这样就很麻烦了 所以他在这次的选举的一个竞选的威力 就开始大减 你怎么会做这么大的错误的判断 那因为这是联动的 联动到 事实上我坦白说了 如果因为林志坚要审慧宏选 那这个人选也没有换 那所以就导致了 我们就看到后来的连续剧 我觉得 老板讲这对父子 我还是觉得不容易了 因为儿子还在江湖 那老爸实在是受不了出来党大增化 可是亮哥像今天柯建民也气到了 他说要不要把我和林志坚 两个推出来斩首示众 不过柯建民向来都这样啊 那讲个也不稀奇啊 那个不会啦 不会有人去转他的手啦 不过老柯这个下个会期 不那个下次立法院改选之后 还有没有这个总召或立法院长 就很难说了啦 不过我是觉得 我觉得蔡启方那个才是重点 就没有人敢直指核心啊 大家都绕着打嘛 对 所以为什么 郑文燦很难说话嘛 那拜选检讨报告 事实上我在你的节目 我早就提过这个观点 我说你当天辞党主席 却不下最几招 那你叫人家怎么检讨啊 就是我我是有上限的嘛 我有一些禁区是不能碰的嘛 那你知道郑文燦怎么弄 就弄出一个合格烟耳 是整理了31项 然后连灵桌水都看不下去这样 都在轻谈漫谈的检讨 不就是我坦白说一个选举 这个托尔世代讲过啦 这个失败的家庭有一千个理由啦 谁被人家讲理由啦 那就是这样嘛 因为你输了嘛 你输了人家就讲一堆理由嘛 那可是大家都讲小理由嘛 说文宣做的不好啦 继承动员的不足啦 这不是废话吗 就是这样啊 那这个当然各界心里有定论啦 那我觉得李俊逸这个选举 才是逼蔡启荒跟这个 嘉义拜太差 蔡玉出来讲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啦 就说你败选之后的氛围 让很多人觉得 我根本就不想投票 生闷气嘛 因为李俊逸绝对不是这种实力啦 他当过区域立委 你即使说上次那个 萧淑利的票归对啦 那李俊逸也不应该是这种票数啊 对不对 输太多 就是说那个黄敏会可能是 把萧淑利上次得到的票都收回来 这个我同意 可是李俊逸你不应该开这种票啊 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投票了嘛 那你去想这个氛围 那你吴怡龙怎么办 北部更严重不是吗 那南部都这个氛围了 那蔡毅瑜就在他隔壁耶 怕不怕 嘉义县 对啊就是这样嘛 郭翔你也把冷汗 对就要出来讲一些重话嘛 就是这样嘛 那他们当然知道啦 就是说除了你放手让赖清德位置一脖之外啦 那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没有啦 没有选择啦 因为你眼看你能选择行政院长就那几个嘛 比如说苏贞昌 苏贞昌在联任大家就倒了啦 你顾力胸 顾力胸 能够耳目一新也不容易啦 说实在啦 那陈建仁这个当口 我觉得不好啦 因为会跟赖清德对冲啦 嗯嗯 所以真的就只能够 说让赖清德 去随手发挥吧 但是亮哥做得到吗 因为蔡起方说 国家大事还是蔡英文处理 好像是外交国防 其他内政就由赖清德处理 有可能吗 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能 这违反宪法嘛 对啊 一当领政啊 我知道啊 当然不可能这样啊 我只能够说 赖一定会被邀请到 党政协调会嘛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主张嘛 那 那个行政部门就帮帮他嘛 就这样啊 不然你能怎样 嗯 那 不然你如果问我 就是赖清德 蔡起方讲那个 当然是理想中的啦 现实上当然做不到啊 这还用说吗 嗯 总统手握人事权啊 行政院整个系统都在他手里啊 党主席人干嘛 阳春党主席 而且中常会 中职会的结构都是之前的结构 他也不是多数啊 可是 那蔡起方这一开炮不是狗废火车吗 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果 蔡起方我是觉得他没有把后面的 更难听的话讲出来 这个我可以帮他再补一句 嗯 那国民党当选对你有比较好吗 嗯 实际上蔡起方应该要补这一句啦 嗯 是 所以说你放手吧 你拿奈金德 搏一搏吧 那国民党当选有对你比较好吗 我跟你讲 国民党当选啊 那个近平隔天就立刻公布 蔡英文的论文 哈哈哈哈 一定这样搞你的嘛 你自己要不要想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有些丑话 还是要讲白一点啊 嗯 就是这样嘛 嗯 所以会起了实质上多大的效果 对于这个蔡起方 坦白讲 以我常年对蔡英文个性的观察 这个是太乐观了啦 他一定会 撑着 一定会 不是撑着 抓着 抓着 抓到最后 嗯 那他抓着 那苏贞昌也一起抓咯 呃 现在也不一定苏贞昌 因为如果说1月8号 吴怡农又选得非常不好 那那个时候 换苏贞昌的声音 就会变得很大 哦 李俊逸跟吴怡农 我觉得最大功能在这里 嗯 就是 他们就让你觉得说 败选的检讨 没有做到嘛 何欣存事实上就是讲那个 隐约的暗示都出来了嘛 你没有大破大力 如何敷人 好 大破大力何欣存的意思 一定是要 内阁总辞啊 一定是这样嘛 因为何欣存我跟他也认识 他也很直率的人 那可是因为是区域立委嘛 你不好点名嘛 就这样啊 嗯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 我还是要一类的 谢谢你们 来个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